我叫南小汗,英文名是Sky Darmus 我是来自德国,我是德国和希腊的关系人 现在我的办公室的卡已经要找回到管理处 他们说有证据,我又侮辱他们 但是我叫他们恐怖分子 我现在只可以借朋友的卡进去 这是我写的韩字化英文 之前我的书全部放在这里 我现在已经准备搬了 放在箱里面 当时我很和气地站在旁边 他们看乌克兰的纪录片 然后我站在旁边很和气地拿着牌子 支持逃犯条例 反对保护杀人犯 有个人造型说学生应该怎么用火 说火是他们最好的工具 对抗警察的最好的工具 德国政府一般是对付示威 是用很有力量的水 都可以将人从这里钉到那边 香港都没有这样做 好像他现在有一部车是噴水的 但是很温柔我觉得 市民是要多些支持警察 因为他们很辛苦 接着保护香港 就没有任何人出来支持 现在香港很多酒店都要 肺肉倒闭 我住的那个酒店 它有二楼不见了 四楼也不见了 二楼本来是可以免费洗衣服的 现在不行 现在没有了 还有清几工又少了一个 我希望香港人可以多些去内队去了解一下 我对中国的态度没有变过 香港所有的泛民都是 会规中国之后才有 会规中国之后才有